大家好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康熙满门抄战吴三桂 却遛掉一个儿子 如今其后裔朝鲜人 明末四方风云乱 群雄并起 其中云贵异于的吴三桂 最终却走上了一条叛国弑军的不归路 一生三叛 先后投降清廷又反叛清廷 最终导致满门抄战 悲惨收场 然而 当历史的长河中 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已过去 吴氏一脉是否就此断绝 一段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 近年竟然被人发觉 1642年 明朝已是一潭似水 内忧外患还生 常年征战的吴三桂 此时镇守在关外 手握重兵 成为明廷最后的一线生机 吴三桂生性多谋而狡诈 此前立下赫赫斩功 吕剑其功 然而面对明朝已是风雨飘摇 他内心也动摇了 其叔父多次劝向投靠满清 让他心中已经肿下倒戈的种子 李自成攻破京城 崇祯帝上吊自尽的消息传来 吴三桂新知大明已经天路人怨 没有退路 遂放弃大明 满清使者在此前来拉拢时 吴三桂已定 立即替发义服 带兵开城投降 当其爱妾陈渊渊被李自成俘虏时 吴三桂便以救美人为名 引满清大军入关 入关后 他帮助满清消灭明朝 残余势力和李自成部 将南明永利地活活慢杀 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吴三桂得偿所愿 被封为平溪王 镇守于南 起初对他李欲有加 让他沉浸在权力带来的 荣华富贵中无法自拔 明朝虽亡 吴三桂仍基于更大的权力 眼看着皇帝之位静在眼前 然而好景不长 1673年 康熙帝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削弱藩王权力 吴三桂意识到自己的特权积极可危 为维护自己的权势 竟然举起反旗 反叛满清 他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号 号召人们起义 起初还有一些忠于明朝的臣子响应 纷纷前来投奔 但很快他们便看清吴三桂的真面目 他不过是想夺取皇位 建立自己的吴朝罢了 1678年 吴三桂在湖南横阳成帝建国 这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猜测 曾经吴三桂口口声声要为大明复仇 可当权势到手 他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真正的野心毕露无疑 吴三桂成帝建国后 还封自己的儿子为侍义 妻子为皇后 此举彻底进入了康熙 清廷大举反攻 双方展开激战 起初吴三桂声势浩大 攻占多地 然而他在用人和战术部署上 却失误平平 加之疾病缠身 失去了许多人的支持 而年轻的康熙则意气崩发 很快就占了上风 终于在称帝仅仅五个月后 吴三桂变病重去世 他虽然端坐皇位 却没有享受到丝毫快意 随后 其孙吴世凡继位 但已是强弩之幕 在与清军决战 吴世凡最后选择独酒自尽 吴三桂虽败倒在心病之下 但他穷凶极恶的行为 已注定了悲惨的命运 康熙对吴家一脉痛下杀手 对全族进行血腥的满门抄斩 就连强宝中的婴孩也难逃一死 吴三桂的儿子们全都被斩杀 康熙下令全国通缉吴氏族人 唯恐有义人漏网 连吴三桂的女婿也未能幸免 吴家宅愿被夷为平地 其且被凌辱悲惨不堪 吴是一族肆以灭绝 然而天意弄人 吴三桂竟留有一个私生子 吴英琪 吴英琪生母早逝 其正气不欲收养 遂过计给叔父抚育 吴三桂对这个儿子宠爱有加 带入亲生 吴英琪也是吴三桂为亲父 暗中在对任祖归宗 三番之乱时 吴英琪历经沙场 立下不少战功 吴三桂还独厚地封他为大兜头 然而吴英琪个性傲慢随意 总想独揽大权 得志时便目空一切 最终得罪吴是凡而失事 吴是败亡之时 吴英琪还想与吴是凡争夺皇位 奈何其生母出身寒威 被当众羞辱拨毁 吴三桂一命吴英琪务必保全香火 这成为他逃脱一劫的唯一希望 清军大举搜捕吴氏族人时 吴英琪改名唤醒 逃到陈元元的藏身之处 陈元元与吴英琪商议后 待他隐居深山 吴英琪便假冒陈元元之子 两人过其隐姓埋名的生活 在吴三桂心腹马宝的帮助下 他们来到贵州偏远的岑拱县马家寨 在这里安家里 马宝后来主动投降 壮烈牺牲 为隐姓身份 村民去马家寨 而非吴家寨 吴英琪与杨母度过了余生 并在陈元元去世后 为他建造陵墓 墓碑上刻的并非真名 而是化名 以必清廷追查 幸而吴是一脉从此安然度过风雨 并生养出繁衍至今的千余后人 直到2010年 马家寨才被辨识出真正的来历 2010年 有官员在调查时 无意中发现这个一属重重的马家寨 村民意落这里 全是吴三桂后人的秘密 学者们立即前往马家寨 经过详细调查 确认马家寨一千多人全信无事 并发现了吴英琪与陈元元的目的 这正是他们就是吴三桂血脉的继承人 一段隐秘的历史被重新发掘出来 天意或许就是要给吴三桂留下一线生机 让吴氏香火继续延绵 历史常常带给我们深刻启示 吴三桂一生经历了太多背叛与阴谋 数次投靠又反叛 致使自己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满门抄斩 然而历史的长河中 他的后人却仍在世间苟延残喘 他们只好隐姓埋名 小心翼翼的生活 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可见为历史图 背信其中将自食其国 吴三桂晚年命运多舛 后人更是承受着污名苟活 难以见天日 吴氏虽未绝后 却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那么这传承又有何意义 是因为血脉和信使所独有的凝聚力量 亦或是历史的嘲弄 让他的香火尽管延续 却无法再现当年的荣光 我们不得而知 历史变迁太过复杂 难以用言语概括 但可以确定的是 吴三桂的经历给我们带来无尽启霸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终将把一切归于尘土 吴三桂一生命运多舛 即便遗留后裔 但香火断絮 也难挽其败亡之罪责 历史湮灭了太多故事 但我们仍要审视 反攻自行 明辨是非 不中其负责 这也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意义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